在莫拉克台风过后 南部已经一百多天没有下过大雨 再加上增稳水库的水稻 被大量的淤泥跟漂流木堵塞 现在的有效试水量只剩下大约四成 目前南台湾的供水是相当的吃紧 而经济部除了决定 加南平原明年一起倒作全部都休耕之外 也计划在全台湾实施节水优惠方案 民众只要节约用水 就可以依照数量享有不同程度的水费优惠 放眼望去增稳水库全是大片淤泥 几乎干枯见底 而且上游河床还堆满大大小小的漂流木 深度超过四公尺严重堵塞水道 原本一两百公尺宽的河道 现在只剩下不到十公尺 第一个当然要先把漂流木的问题 能够赶快解决 所以增稳水库目前正在积极地进行 漂流木的清理 跟上游积水区的漂流木的处理 水库淤积问题越来越严重 再加上南台湾 已经一百多天没下过大雨 已经淤积的增稳水库 现在变成浅浅的盘子 有效蓄水量只剩下四成 而为确保明年五月底之前 江南地区民生工业用水供应无余 水利署已经决定 江南平原明年一期倒作全部休耕 并计划同步在全台实施节水优惠措施 鼓励民众节约用水 正在原理一个节约用水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希望从短中长 从农业工业跟民生用水的部分 希望能够促使大家节约用水 依照经济部初步规划 只要省水10%以内用户 就可想水费95折 省水11%到20%可达9折 如果省水超过21%以上 更可享有85折优惠 希望国人平均用水量 能由目前每人每天用水274公升 降为250公升 经济部希望拟定相关配套 及修根补助措施之后 能够疏解供水吃紧的问题 记者赖水明徐启峰特别报道 感谢观看